这是抗战时期的传奇任务 武士的拳法出家传外 主要成字杨成虎 而杨成虎又为太极拳宗师杨怒禅的传人 这正是传统太极拳系传的最外 王紫泽 这位与民国同寿 将一生自立为太极人生的太极武艺传人 并不是一般民众所说的拳头师 而是兼备武德武艺 将中华文化优美特质 具体呈现的文化新传者 有着标准北方汉子 直爽多厚性格的王老先生 是男生眼中的泰老师 今年虽然已经是高龄82年 但是一点也没有龙中脑袋 除了怀有一身莫测高深的太极武艺传权之外 他的言行不虚套 娇权不客套风格 令人印象强烈而深刻 跟他学权 可真不是一个苦字了的 我觉得他想很认真地在那里流汗 我觉得很高兴 但是有一件不学你就不学 学你要真学 不教就不教 教我是真教 我们都是真学真教 那么在这一上头啊 所以我们要做到什么 令人的疾忆 人约翼 这是个人 有了人啊 大家自然会做到意义上 哎呀 觉得这应该如此吗 这应该如此吗 事实上 太极拳 绝非被卡弗化的七西瓜或老人拳 而是具备形 体 力 美的中华武术 如果没有扎实的锻炼 是不可能得到的 以王子和老师学成的经历来说吧 他自幼便喜欢拳脚功夫 所以少年的王子和 就已经具有了练家子的架势 他学习少林拳 八段金等武术 可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来 还在中学毕业后 十九岁那年参加山东省国术比赛 没想到到了决赛就被淘汰 这个经验使他批认到什么才是真功夫 什么才是花拳修备 太极 太极是什么 太极之道 就是在天之旗啊 阴于阳也 就是自然绿 这个natural 阴于阳这两种力量 都在地呢 刚于柔也 在地啊 有相生有相喝 有互相争斗的 有互相帮忙的 人跟人 也是在地的万物当中的一种 也不免这种东西 但是人 为万物之灵 你应该有一个做人的条件 比万物高 是什么 利于人之极 人于义也 所以说我们应该配复老宗宗 力行哲学 要实践中求 求什么 利于人之极 人于义 这就是 人生 这也就是太极的人生 就这么 王子和老师 便喊太极武艺 决下了不解之缘 随政府 由大陆转向到台湾之后 王子和 有感于一般民众 齐全风气日盛 但却因慰安 正法正功 不仅白分了许多功夫 也扭曲了太极武艺的精神 原本不愿意为交权 而遭人误解为 孤名钓鱼的他 在同门的要求下 创立了创立了华不停 展开太极武艺的新传工作 在老师 长时期的 深教 研教之下 所得到的那种潜移木画 是一种感化 深刻的朵 华不停 一步一缕痕 步步辛苦 步步升华 也步步充满喜悦 这小小的庭院 总是全全身风 身形一恒一 也总是春风迎庭 华不停 已成为太极武艺 再发扬 再庞大的殿堂 华老师呢 他就传授我们 正宫正法 他就希望 学生们呢 是这样 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 慢慢地 从正行来开始练起 所以呢 他希望学生说 你练权 学权是规规矩矩的来学 那么你做事呢 也能够规规矩矩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练下来 以后你慢慢有感觉了 然后呢 老师就会教我们 练推手对待 练推手对待的时候 我们在实际上啊 就可以来体会 这种实际的操作 来体会这个阴阳 消长 刚柔相推的各种变化 所以 有时候我们不练拳的 那么你换了另外一个时间 换了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呢 那 我们很了解这种 自己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了解说 我自己 跟这个四周环境 各种可能互动的关系 所以你能掌握这些啊 你做什么事都不会害怕 各位同学 有谁知道 这是什么焦点吗 知道请举手 好 我先请回答 这是推手对待的 基本功效 是平沾 由于滑步行 场地有限 派老师所教授的 又属于比较高层次的课程 所以 讲究伦理辈分的 陆禅学派同门 都有一致的共识 如果没有相当的功夫 贸然求教太老师 不仅对太老师不敬 恐怕也会很浪费时间 白费功夫 因此 在滑步停练拳的同门 大都已具有相当的功力 在韩话小竹 我们可以看到平日在学术机构 从事研究教学工作的物理博士 数学博士 也可以看到农会的总干事 中学老师 大学教授 研究生 医师 企业家等等 这些有着相同爱好 理想的朋友们 聚集一起 是以武会友 更是以德 以秦义会友 他们是紫和泰老师 太极全科学化 学术化的验证者 经由身体练习 他们有了惊奇的发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西方科学训练的朋友们 以科学的知识 验证太极武艺 发现太极全 每一招 每一事 都与物理的 数学的理论 不谋而合 使人不得不赞叹 这门精诚之真 照造至善 独特的中国武艺 确实富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而韩话 灌其精华 互取其长 由接受而融合 而无限创造 产生无限的力量 而这般力量 是浩然之气 也是王道文化 无怨无戒的 名德与智善 这个太极全本身呢 它有些完整的 心理思想与体系 跟架构 讲求的是方法 我是学物理的 从基本功操 套拳 对待等等 都从 经常从物理的观点来看 比如说这个能量啊 力学等等 来看这个太极拳 我现在发现这个太极拳 最符合这些 自然的物理原则 例如身体的稳定啊 这个力的传递啊 四人的运用等等 等到你真正身体去立行的时候 越能够顺着这个 自然界的天者的话 你会发现 越符合这个太极拳的精神 建福学你好 小姐你好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啊 可以啊 像我刚才看到 你们在练的 这是什么拳啊 这是传统太极拳 基本功操 那这是什么动作呢 这是转腰跟柔胯 转腰跟柔胯 可是我看了半天 你就这样 折去又回的 不无聊啊 小姐那你就错了 虽然说 它看起来速度很慢 事实上 它是一个精神 而且复杂的活动 两位同学好 你好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这还是基本功操吗 这当然不是基本功操了 这是传统的太极拳 套拳第一段 它一共有16个数 就一段吗 它还有两段 第二段有40个数字 第三段有52个数字 三段减加起来 总共有108个数字 然后108个数字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这位同学 像这样的一段 打下来要多久时间 大概是四到五分钟 那它16个数字 如果连续不断地打的话 就是需要这样的时间 它如果中间有所停顿 那就不一定 好 谢谢两位同学 由滑步亭到韩化小竹 太极武艺的新船 一棒交一棒 一代传一代 这不只是中国功夫的传授 更是中华文化的传承 中央大学太极社成立至今已有24年 虽然不能受到同学们毕业 人来人往 几年一波的影响 但社里的运作却未曾中断 中大太极社已成为大专院校最杰出的社团 他们允文允武 不仅苦练太极武艺的基本功操 套拳 客侠之余 还自立编辑了韩化太极丛刊 目的就在让后期的学弟学妹们 能对太极拳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 南山高中是一所年轻的职业学校 由于韩化小竹朋友的热心推动 于校内成为了国术社 参加的同学非常的踊跃 去年开始就把太极拳引到学校来 太极拳也是由老师的指示 由我的师兄 欧师兄 韩化小竹 这几位老师们 大家一块来帮忙 从一个社团慢慢的开始繁衍 学生从这个社团里头 从太极拳的演练当中 他会充分的体会到 什么事情都是要去做的 光说是没用的 所以光这一点呢 我想对学生将来的一辈子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学校在去年81年的9月 成立了国术社 同学的反应相当的热烈 他们认为国术社带给他们无穷的乐趣 那么在此之前 学校也推行八段井 发现同学接受力非常的强 所以我觉得同学学习八段井 对他们本身来讲 是一种对生活 对自己耐性的一种追求 他们也了解到 原来世界上学问跟运动一样 是永无止境 永远追求的 因此我们了解到 给同学一个适当的活动 给一个正确的指引 对同学的影响应该是永远的 在王子河的努力耕耘下 太极武艺的种子 不论在华布廷 在韩化小竹 在大学 中学校园中 都正散播萌芽 现在各位参观的就是 中华民国阳太极武艺协会 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五场 早晨活动的情形 我们这个协会 是秉承了 我们的荣誉会长 王子河教授的意愿来推展 目前我们这个会 除了全省有四五十个 五场分会以外 那么国内外我们都有分会 目前我们还有经过了 台大医院等 有关这方面学术的单位啊 来证明 它对我们的健康也好 各方面修养也好 都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知道这个太极拳 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武术 那不过近代呢 大部分学习太极拳的人 都是把它当作一种健身的运动 那么一种好的健身运动呢 它最好要有一些科学的证据 来证实它的确 有这个促进健康的这种效果 本实验室呢 在五年前开始从事 这个国人 中老年人 他们做这个健身运动的一些效果的探讨 那么太极拳也是其中的项目之一 在台湾呢 这个太极拳运动有其他的好处 因为它是一种团体的活动 而且并不需要很大的空间 那任何时间都可以练习 也不需要很复杂 或者昂贵的一些器材来配合 那么它的运动伤害又非常的少 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太极拳运动呢 在台湾这种地狭人仇的地方呢 是很值得推广 那它的健身的效果呢 也应该受到大家所肯定 这位已遇古西之灵的太极武艺传人 外貌魁梧 自有一股威武的气势 格外引人 倾听他的门声 在毕恭毕敬中 对子和老师 总有一股如妇的亲爱之臣 事实上 蔡老师的言论之间 常令人如意春风 蔡老师这份独特的气质 源于他对太极人生的实践独行 也源于他对中华文化的身体力行 门声对他的尊崇 外界给他的赞誉 子和先生都以一种 清风明月般的胸怀面对 茂蝶之年的子和先生 以生情事 如同他所致力不懈的 正法正功太极武艺 以正为道 以正为生命的本源 他教权不卖话巧 要求学生从老架子 老规矩学起 练起 所谓的花不知情啊 他原来是讲的是 这个情愿呢 结构的非常的好 所谓的结构 construction 所谓的结构 那么在我们人身上呢 他也含着这个意思 是什么 你的骨头好 人人知识的结合 就是好骨头的结合 我们俗话语说 这个人骨头不好 没有别的 俗话里头很有哲学道理 骨头好啊 才能做一切好的事情 骨头不好 每一弯做的好 就是量子不够 所以外国也有这个 形职啊 最要紧的 一个是form 一个是material 形职不好啊 一切的力量 一切的个体都不能成效 现在太极武艺的学术化 现代化 已经在他的辛苦灌溉下 新传给年轻的学者 并有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紫河先生告诉他的学生说 你们真想练拳 我有法子教会你 你若打算练一趟拳 就去贩卖 那就休想 我不是批发商 你也不是拳贩子 今天学一趟架子 明天就去卖 就认为这是太极拳 那根本是糟蹋了太极拳 这种坚持 正是紫河老师 令人钦佩的风格 这种正法 正功 广法忌妒 极一为洲的精神 实在就是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 活化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同时也正是中华文化 源源兴盛不绝的根脉所在 十世之一必有忠信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在我们的社会里 总有一群坚持着理想 坚持着对生命的爱与尊重 生活的真 善 美 而努力不懈 默默耕耘 终生不渝的朋友们 在为我们这块土地 为我们的文化传承 牺牲自己 奉献心力 他们无私无果 他们贫贱不移 他们宛如河风 清流 在社会弥漫着 功利歪功的时候 这一群 也许是极极无名的小人物 也许是大隐于世的财德之士 依然坚持着 挺立着 于是细微的新香 终能传达春阳般的光与热 照亮温暖了 原本混沌的人心 炎凉的事态 于是 秘密的文化清流 也终能交立成 社会的活水源头 敌清污浊 使我们的社会 趋向祥和 而凝聚成 有情 有义 富而好里的生命共同体 你好我好他也好 这里也有好 我们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所谓anos成功的 叛耳火